这一期适合粉丝打的5拍 最高段位是星耀1 直接掏出一首选策 这个英雄用来打屠杀局那是最好不过了 虽然选策太久没完 钩子就会生疏 但是一点都不还 今天就教给大家一个钩子不准 也能稳定calary的出装打法 操作简单一学就废 要是学不废 我把键盘和鼠标拌在泡面里吃了 那么进入实战 刷完红看到小桥支援过来了 我们先来一首恐吓钩法 下一下小桥 其实我们的目的只是想拿一个和线那么简单 但是那可露露想的比我还简单 一股脑扎进草丛里来了 那这个人头我不要白不要对吧 配合顿衫直接抬走 小桥在看到我第一个抠脚钩子之后 表达了他的不屑 静止从我面前走过 但是他这种走位 我想勾不中都难啊 直接配合顿衫 一套联控送他回家 打完团战血量没有太多消耗 而且那可露露四级前就是个超级兵 我们顺势入侵蓝区 这又过来了一个超级兵李信 贴脸勾不需要操作 命中率100% 等他交位移在一技能跟上 甩回来 随后用带红buff的鞭子疯狂抽他 李信这时候再想交闪现已经来不及了 一技能再次跟上带走 男人不能太细 有层界也不要交 故意放蓝buff给那可露露 等他得意往行的时候再带走他 让他体会到得到又瞬间失去的绝望 刷完自驾蓝再来上路抓人 小乔应该是边拉小地图边走位 我笑了一个没有技术含量的钩子命中他 大招躲一向鸡飞 上下左右调戏他一下 那可露露来了一点也不慌 大招躲老鹰反手带走小乔 再配合队友收掉那可露露 这里又是一波没有技术含量的钩子命中小乔 在中路作战的话先把人甩回来 大招躲一下老鹰 盾山这个凳很精髓啊 那我们凭借等级优势带走那可露露 紧接着又是一发恐吓勾法 圈退小乔 配合队友来压中路 这小乔螺旋升天了 我目光有点游离 没勾中 但是不慌 我们的真正目的是推塔 这时候那可露露老鹰突袭满血的白起 我不禁直呼内行 这么近距离钩子想不中都难了 帕机带走那可露露 触发被动加速 随后带走小乔 还有一个理性想过来送死是吧 他霸体让我勾 我再不中就有点对不起观众了 等他霸体结束 一技能拽回来 二技能举高高 大招回手套 一包普攻 帕机送他回家 此时节奏大好 队友兴高采烈 直接来红区打架 人这么多全加一起 没有任何技术含量 勾到小乔 一技能进场 大招打AOE伤害 帮助真机拿下双杀 红区再次爆发团战 使用一发细节预判勾 但是没中 算了 勾人太累了 直接平A榜 一技能近身 惩戒加暴击 打走小乔 贴脸勾百分百命中 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 带走那可露露 真机控住了超恩机 又是一发白嫖的勾子 一个普攻 送他回家 女性还想皮 此时我刷新了被动 甩勾子太费劲了 直接皮鞭伺候 送走李姓拿下四杀 紧接着 集合推高地 盾山开到了小乔 小乔在狭窄的空间 没法走位 不需要任何操作 也能勾住他 甩回来 直接带走 那可露露又开始虐待坦克了 没想到被盾山 反将一军 抱到我跟前 那我们直接平A 平A 平A 带走那可露露 再平A 平A 平A 带走孙岸香 残血不要花 我没有吸血 残文机没输出 平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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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走残文机 又是一个四杀 最后一波 孙岸香往我脸上滚香 不勾中都难 直接一发零技术含量的 勾子命中 大招近身 你进化交完了 平A带走 那可露露还在预判 我们直接平A平A 双杀 剩下一个理性 平A平A 平A平A 拿下三杀 最后推掉了水晶 两个四杀 一个三杀 41%的输出占比 19个人头 勾子不准完全不滑 靠的就是这套出装 拿走不屑 哦 对了 名文是 五狩猎 五夺翠 十阴眼 八红月 两祸元 我是 郭瑞将 精通 91个英雄 得出装的男人 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